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落实国会关于2021到2025年国家新农村建设 2021到2025年可持续减评 2021到2030年少数民族和上去经济社会发展 等国家目标计划的各项学义的实施情况 专题的监督决定草案提出了意见 建设团认为有必要允许2023年为不付资本 和2022年资本延长至2024年 因此 请国会常务委员会就允许扩大资金来源 以实施国家目标计划提出意见 关于将2021到2022年微波资金普中转移至2024年的问题 意见建议对资源转移提出更清晰的报告 以及如何评估对2024年预算的影响 国会主席王庭慧在总结此内容时 要求政府紧急完成内容 提交给国会常务委员会和国会 关于预算问题和预算计算 国会主席要求副总理指示各部委完成报告和意见 提交国会征求意见和决定 近期 同那省自然资源环境厅和人民委员会 多次下发文件 提醒督促和指导县级人民委员会审查 和调整至2025年的土地利用分配目标 并变至2021到2025年五年土地利用规划 迄今为止 只有变合市和永久县两个地方报告了这一情况 其余9个地方尚未通报 为此 省人委会则呈自然资源环境厅 负责督促协调各县市人委会 明确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8月31日 土地利用情况及变化情况 提出需要调整土地利用标准 省人民委员会则呈内务厅 按照省指示对商贵旅行任务的地方 对2023年未完成任务的公共职责 进行审查和考核 并于11月20日前上报几果 为保障商品工序 稳定岁末市场 以及为2024年农历新年做好准备 便和市人民委员会刚刚制定了稳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计划 推出19种商品价格将稳定 保证稳定的商品都是越南商品品质又良 食品安全 价格合理 货源充足 部署价格稳定点包括城市管理的市场 各社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管理的市场 注册零售经营户以及整个地区的超市 排价和产品来源将由第二号经济部 及市场管理进行评估和检查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主席习近平 同意恢复两国军队之间的接触 以及在禁毒政策方面的合作 这是世界两大经济体领导人 一年来首次直接谈判的重要成果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在旧金山郊外的菲露利庄园会面 拜登在会议开幕时表示 美国和中国必须确保竞争不会导致冲突 习近平回应称 互相批记不是一种选择 白贡随后发表声明称 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新的讨论 据一名美国官员称 两位领导人同意共同努力解决 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来源问题 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是美国吸毒过量的主要原因 北京表示 两国领导人同意护赴中国 在时任众议院医长南希佩洛西 于2022年8月访问台湾后终端的军事关系 国际原子能机构 11月15日表示 伊朗已增加武器及浓缩油库存 去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 即至10月28日 伊朗拥有约128.3公斤浓缩至60%纯度的油 较2023年9月增加6.7公斤 伊朗浓缩油库存总量为4486.8公斤 增加691.3公斤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到目前为止 安装额外检测设备的工作 这些设备已于2022年6月 被伊朗拆除 没有取得精湛 伊朗表示 不会发展核武器 但根据联合国 德黑兰有足够的材料 来制造几枚炸弹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关注 再会